Hello大家好,我是诺诺,今天继续和大家聊一聊黄族 上一期说到黄族在世界赛上再次取得了亚军的成绩 只可惜这个成绩在当时并未受到认可 一直拿到世界亚军的战队 在这之后,再次陷入了奋崩离析的危险之中 首先是关于LMQ的问题 白星虽然说在法律层面上拥有LMQ的所有权 但拳头禁止双俱乐部的政策一出 直接把他们整个队伍给消灭了 队内的选手也只能各奔东西 其中小微笑一个人留在了北美继续征战LCS 下落的死亡宣告加盟了VG 辅助天赞末日去了QG 打野无名,转型成为了教练 上单神超则终于重回了黄族 LMQ这段传奇的经历也到此结束 而更严重的危机则发生在黄族的身上 之前许久不见人的天赐在世界赛进行期间突然现身 当时他还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 宣称黄族是被人非法出售的 现在自己要拿回黄族的所有权 但这个事情在世界赛结束之后就没有任何声音了 包括黄族以及天赐都没有再次发生过 之后有人爆料天赐引进入狱 在这之后 关于黄族的所有权争夺告一段落 新的问题变成了新赛季的阵容 S转会期最大的一笔交易发生在了黄族 UZ在转会期间加盟了OMG去组建了超级圈花班 UZ的离开对于黄族来说不单单是一个选手的离队 他们之前的打法也是以UZ为核心的 现在核心走了 黄族不仅要找到他的替代者 还要考虑新赛季要如何来打 在UZ的顶替者上 黄族选中了一笔记的纳美 纳美在S上表现不佳 加上新赛季Deft入队 他在一笔记就没了位置 但纳美在2015年1月才正式和一笔记解约 因此在新赛季开始前 由于合同以及交易期限的问题 纳美要等到3月份才能为黄族出战 于是新赛季黄族匆忙在下落 引入了两位选手 一位叫HYY还有一个叫V 这两人之前大家从未听说过 也没有任何的职业经验 这样的两位选手 显然无法和拿过两届世界押军的UZ相提并论 黄族的成绩在新赛季 也迅速沦为下游 下落的Zio对于队伍的新AD尤其的不满 以前打他们是UZ 他认为UZ可以做的 新AD也应该做的 他一开始还会和新AD一起排位 随着成绩下滑就有一点不想玩了 甚至Zio还一度想过自己去转型打AD 看着黄族的成绩直线下滑 InSAC的压力也有点超负荷 他一度向俱乐部袒露 很害怕队伍降机 而黄族则安慰他 纳美马上就能上场了 205年3月14号 黄族对阵GT 被视为救世主的纳美 终于开始为黄族出战 这一场首秀 纳美进行的不是很顺利 双方首局大战了61分钟 黄族才艰难一下游戏 这也预示着 纳美的加入对于黄族来说 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而更加糟糕的是 此时黄族对念了另外一位大将InSAC 又突然倒下了 205年的德马西亚杯 在八强战开始之前的一次财场中 InSAC因为在二楼找不到出口有点急 想着就直接跳下去 结果当场导致小腿骨折 随后的德马西亚杯八强战 对阵WE的比赛 黄族只能让小黑Blank上场 结果也毫无意外的 输了一个0比3 都被比赛输了事小 关键的是InSAC也将缺席随后的夏季赛 在他缺席的这段时间中 黄族又接连输给了VG和Snake 赛季结束 黄族最终继20分 为了联赛倒数第3 将要去参加随后的宝级赛 直到圣剑级赛开始之前 InSAC才官宣商欲付出 但他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黄族虽然在首轮击败了YG 但最终却在和GT的名额争夺上 不离了由小虎和雷米领衔的GT 小虎在系列赛中拿下三场MVP 表现极其出色 亲手把黄族送进了LSPL 黄族的降级 在当时的LPL掀起了轩然大波 两届世界亚军得主 跌入了刺激联赛 一时间让人唏嘘不已 主教练克里斯随后也做出回应 将黄族保机失败的锅 揽在了自己的头上 营救辞职 但也有部分乐观的黄族粉丝 开始畅想随后的夏季赛 黄族到了刺激联赛 那绝对会是一个沙川的场面 不过随后黄族的走向 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LPL史上最骚的操作 再次出现在了黄族的身上 在降级之后 黄族一直保持着沉默 直到5月14号 黄族官方突然宣布 黄族又回来了 2015年LSPL春季赛 决出了两个晋级LPL的名额 他们分别是 多因比所在的冠军QG 以及亚军战队VGP VGP当时由上单龙 野王艾米 以及辅助Hart领先 但他们隶属于VG的二队 不能有两个LPL战斗的VG 就需要出售一个名额 随后一个射击GT 黄族VGP 以及King的巨大交易 形成了 黄族为了留在LPL 买了VGP的名额 战队随后更名为 Royal Never Give Up 也就是现在的RNG RNG的人员 则由GT和King的选手组成 GT的名额则被VGP收购 VGP的选手全部加入 战队随后更名为 UP King战队则清理了所有的选手 将黄族降级的选手 全部吸收了进去 队伍名依然叫King 而降级的黄族 还是在自己联赛 但全部换成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选手 这一手操作 把当时的观众看得一愣一愣的 但也因为新队伍叫RNG 而不是大家熟悉的黄族 导致在这之后 很多人关于黄族的记忆 出现了断层 RNG也只是作为黄族 另外一种方式 继续留在了L票上 而依然带着一点黄族记忆的King 命运就非常的短暂 King在新赛季的初段 遭遇了严重伤病 包括打野Insect 以及下路纳美 均休战了一段时间 前三周的比赛打完 King难求一胜 其中上单可乐 表现尤为的低迷 KDA仅为0.9 于是在随后 King让商欲付出的Insect 重回上单 顶替了他的位置 但这依然未能拯救King 他们直到联赛第五周对阵UP 才拿到了自己下季赛的首胜 而这也是他们整个赛季 唯一取得的一场胜利 在赛季结束的时候 King为了联赛垫底 再次去打了保级赛 在随后的保级赛上 King又输给了2144D 最终再次降级 年底这支队伍便宣告结散 队伍被卖给了ZTR 这次降级 对于A4的这批黄族选手来说 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还有交易价值的玉米和Zill 随后转汇 而Insect和纳美无处可走 可乐就留在了新队伍 ZTR 属于黄族A4的记忆 也就此消散 另外一边 新生的Angie情况也不太好 赛季开始前 对于这样一个阵容 Angie的几个选手期待 还是拉得很高 因为春季赛 麻辣香锅在King的成绩不错 所以大家就觉得 夏季赛也可以去冲出名次 但在韩元泛滥的时代 Angie的拳华班阵容 竞争力不是很强 虽然拥有麻辣香锅 雷蜜 小虎等一众新星 但是核心麻辣香锅比较冲动 队伍在稳定性上欠缺 运营做的也比较差 也因此黄组在重组的第一个赛季 就遭遇重创 King和Angie两支队伍 全部进入了保际赛 不同的是 Angie比较争气 他们艰难的战胜了YG 以及2144D 成功保留了黄组的火种 一旦他们也降级的话 那对于黄组来说 将不可接受 205年 是Angie在LPL中的第一年 但这一年 他们也不是毫无收获 年底的NESO全国电竞大赛上 Angie代表内蒙古出战 并在决赛上击败了Snake 拿下了自己队时的 第一个冠军头衔 同时也是S5这一批选手 最后在一起打比赛 属于Angie的新时代 马上就要开始了 经历了一个比较增长的赛季之后 黄组意识到了韩元的重要性 于是在2016年 接连买入了Mata和Luper两位选手 Angie也由此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上单Luper的到来 挤压了Lemi的空间 虽然在宝级赛上Lemi发挥出色 但新赛季 他只能接受自己丢掉手法的现实 在二队中等待机会 而在辅助上 乐意的离开 对于Angie来说 就没有太大的负担 他同样是被队伍下放了二队 2016年LPL春季赛积木战 Angie迎战Eligi 不过这场比赛 Eligi上的并不是场掌 而是埃罗利 场掌在S5世界赛上 再次止步八强 Eligi在打野位上 开始有意的培养他的接班人 另外在中路 Eligi也不是胖 而是新加入的雅典娜 这场节目战 最终以Angie的获胜 宣告结束 在Luper和Mata加入之后 他们两人 给Angie带来的提升 肉眼可见 小虎和玛拉香锅 这对年轻的忠言 在一个更有惊艳的阵容之下 开始展现自己的天赋 虽然他们两人 在S5赛季表现就很不错了 但是真正成名并且为更多人所熟知 正是在这个赛季 而AD上面的无星 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 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206年LPL春季赛就赛 Angie在半决赛上对阵WE 在这场比赛上 纳梅作为Angie的首发下路出战 他也帮助Angie 顺利取得了2比0的领先 但是从第三局开始 WE突然发力 顽强的扳回比分 在双方的第四局中 出现了纳梅 职业生涯最惨痛的一幕 他使用卡丽斯塔 在打大龙的时候 和麻辣祥国配合的过程中 没有拔毛 让康迪把大龙给抢了 这一局的卡丽斯塔 也因此成为了纳梅 在LPL的最后一战 这位曾经的LPL顶级AD 在这个赛季 刚刚达成了自己的千杀成就 但这个记录 却再也无法延长下去了 随后的第五局 小将吴欣得到机会上场 他成功用一场卢西安 终结了这个系列赛 随后对着伊利基的决赛上 他在面对DEF的时候 表现同样出色 吴欣 小虎 麻辣香锅 这三位新人选手 在这个春季赛的舞台上 都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加上玛塔和LUPER 两位世界冠军 安吉 成功崛起 春季赛决赛 安吉以3比1 击败伊利基 拿下队史 首个联赛冠军 在2016年春季赛夺冠之后 安吉此时的口碑非常好 虽然安吉队内有两位韩员 但位置上 一个是辅助 一个是上单 况且 无心和小虎的国产双C 决赛表现非常亮眼 而相比较 伊利基那边 是两位韩国选手 担任双C 所以 有国产双C的名头顶着 安吉还是承担了很多人 对于国产选手的期待的 小虎 在随后的MA赛上 大放异彩 尤其是对飞克的几次单杀 让他迅速成为了 LPL新生代中单的代表 但其实本次的MA赛上 LPL的成绩 并不算太好 安吉在半决赛上 就再次遭遇SKT 并被对手淘汰出局 并没有进击到决赛上 而在这场赛后 一段MATA的采访 引发了安吉 当年的 另外一笔 中榜交易 在输给SKT之后 接着采访MATA 如果让你在LPL整个选手里 挑选四名选手 成为你的队友 你会选谁呢 MATA说 上单Loper 打野麻辣香锅 中单小虎 下路 是UZ 而当记者再次询问 其他四个人都是你的队友 为啥只换掉下路呢 MATA则直言不讳地表示 因为我们的下路 实在是太弱了 这段采访 直接终结了 无心在安吉的职业生涯 无心在2015年夏天 跟随麻辣香锅 一起从King加入了安吉 经历了安吉的宝级赛 也经历了安吉 在春级赛上的夺冠 此时的他 算是刚刚在安吉 站稳了脚跟 职业生涯正处于上升期 但可惜的是 他再也无法在安吉中 去证明自己了 2016年5月15号 就在MASI结束仅一天之后 安吉满足了MATA的愿望 UZ 回归皇族 这个消息一出 UZ和MATA这对顶级组合 到底会有多强 一下子就成为了 外界热议的对象 而UZ的回归 也宣告安吉回到了 自己曾经熟悉的 那个体系之中 但是在赛场上 安吉却表现出了 不顺的一面 因为UZ和无心本质上来说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手 UZ加入之后 导致安吉和春季赛相比 战术开始大量向下路倾斜 Luber春季赛拿下8次MVP 但夏季赛却只有一次入仗 成为了一个牺牲的角色 春季赛上的虎掌门 也出现了状态的低迷 少了很多春季赛的那种锐气 整个夏季赛都没有太出彩的场面 春季赛上自己才赢过的EDG 再次成为了安吉的一座大山 在最终的夏季赛决赛上 安吉是0比3 被对手横扫 安吉的最强下路组合 成为了笑话 UCI的无惯噩梦 依然还在继续 2016年世界赛 这是安吉对手的第一次世界赛之旅 在分组上 他们和三星 TESON以及SPI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在现在看来 有两个欧美战队 算是一个好签 但是在S6的时候 TESON并不弱 他们在2016年中 引入了来自CLG的当家明星 Dumblift和比尔森 组成了北美的梦幻双C 这只TESON 也是史上最强的TESON 在首轮的交锋上 安吉还算比较让人放心 接连一下了TESON和SPI 只是在对阵小组 最强对手三星的时候 输了一场 然而在第二轮首场 对阵还没有赢过的SPI的时候 安吉出了意外 本场比赛 又在和MATA的下路双人组 被SPI打出限杀 MATA全场0-5 Loper则是全场0-4 SPI利用马尔扎哈的稳定的控制 不断扩大着自己的优势 安吉最终让对手 拿到了自己在世界赛上的首胜 这也让安吉的晋级形势急转直下 第二轮对阵三星 安吉则依然没有找到获胜的办法 比赛在第十分钟的龙团打完之后 基本上就宣告结束了 女警的退下节奏 让三星在15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领先了8000的晋级 安吉在第二轮开始连输两场 这也让TESON看到了晋级的机会 D组最后一轮 安吉迎战TESON 双方进行了最终的决战 WLIFT这一场是被打出了恐狗阵 UZ1Z在第一波的团战中 就成功砍下三杀 给大师兄戴上了痛苦面具 小虎龙王的表现也非常关键 前期快速的游走 帮助安吉建立了比赛优势 TESON虽然最终和安吉同分 但由于在相互交锋的战绩上 被对手双杀 最终被淘汰出局 安吉惊险进阶八强 皇族自从S3以来 好像在抽签这个事情上 就从来没有什么好的运气 随后的八强抽签上 由于只拿到了小阻地 让他们和夺冠大热 SKT提前相遇 这场和SKT的八强战 安吉引以为傲的下落 再次闹出了笑话 双方的第二局中 UZ1Z藏草 想要杀杰拉 结果被沃夫反杀 随后对手打大龙的时候 UZ又是被禁 和杰拉的一套技能给秒了 面对SKT的推进 安吉毫无办法 而第三局 Mata又送了一个大的 杰拉在天赋上 居然带了风雨者 风雨者的天赋 只能增强护盾和治疗能力 但杰拉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除了带错天赋之外 Mata在这场比赛中的发挥 更是残不忍睹 杰拉全场迷路 疯狂送人头 在双方的第四局中 他的表现也没有好转 整个系列赛上 Mata失误太多 完全不是自己的水准 也因此 在这场系列赛结束之后 Mata被狂喷 很多人认为 作为海远的他 在比赛中 是在故意饮 八强对阵SKT 安吉最终还是1比3 不离对手 最后的转会期上 首先离对的 毫无意外的是八强战 表现不佳的Mata 而Mata一走 对内的另外一位海员 Loper的去向 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最终 LCS发动超能力 让Loper远走LCS 加盟了新队伍Fox 在这两位海员离队之后 安吉便开始着手组建 全滑板 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 安吉不继续去买强力海员 而是要去组建全滑板呢 根据安吉经理后来的爆料 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 那就是老板白星 在某一次的世界赛失利之后 在选手休息室里 听到了海员在笑 这让他接受不了 安吉于是决定 咬牙要去做全滑板 而安吉对时打上世界赛的时候 有韩元 只有S6世界赛 本次转回期 安吉非常大胆 上单位上 他们启用了之前被下放的Layme 辅助上 则从YM买来了M 在当时看来 安吉新赛节的阵容和S6相比 存在一些隐患 然而Layme和M 这两位选手 却没有让俱乐部失望 纵观S5到S6赛季 安吉已经度过了自己最艰难的时期 并成成为了能和伊利姐在联赛中分庭抗力的队伍 但也是在这个时候 安吉的合同开始更多的出现 好的我是诺诺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还记得大家能够多多点赞 关注支持我一下 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下一期马上给大家奉上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